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不得拥有国家交战权 否决一切的战争行为及战力 但日本却不断地突破宪法规定专属防卫的束缚 在军事松绑的路上越走越远 一方面 法理上突破限制 日本要实现军事松绑 首先要做的就是突破法理上的限制 即篡改架空和平宪法 2003年时政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表示 为维系美日同盟 仅做好日本一国的防卫远远不够 此话最早暴露出日本突破专属防卫的企图 2014年7月 日本政府通过了修改宪法解释 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军力 从2016年3月29号起 新的《日本安保法》推出 标志着日本正式解禁集体自卫权 新安保法增设国际和平支援法 及十个修正法 允许日本在美国等盟友 受到武力攻击时介入支援 另一方面 实际行动突破约束 日本虽然不被允许进行海外军事行动 但日本政府通过种种名义 已经进行过了多次海外军事部署 1991年 日本派出了六艘军舰 前往海湾地区扫雷 1992年至1993年 日本首度出兵海外 派出了600名工兵前往柬埔寨 而从2009年开始 接着护航的名义 日本海上自卫队远航亚兵弯 截至2016年1月 海上自卫队已经进行了超过700次护航 而从2015年起 日本加入美澳联合军演 此军演至今已经演变为 美日印澳四国军演 通过这些行动 日本自卫队积累了远洋行动的经验 事实上突破了专属防卫的约束 此外 虽然日本不允许发展攻击性武器 但日本自卫队借着防御的名义 发展了大批的攻击武器 例如据日媒报道 日本政府正研发射程达到 2000公里的轻型反舰导弹 同时计划升级现有的 120陆基反舰导弹 令其射程扩大为1500公里 由于具备地形匹配制导能力 即拥有打击陆地目标的潜力 彤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